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規定 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危險的人士 需要嚴格遵守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 接受醫學觀察 那在進入醫學觀察酒店的時候 又有哪些注意事項呢 不如接下來就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進入醫學觀察酒店的時候 請先探測體溫和用酒精液搓手消毒 工作人員會將房卡交給接受醫學觀察人士 再自行上訪入住 接受醫學觀察的人士 如果是來自同一地區的同行者 可以選擇同住一間酒店房間 如果是未成年的人士 就要與監護人或監護人同意者同住 房間內具備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資 如果想帶一些私人物品入住 可以選擇自行攜帶 或者請家人按規定的時間段 在酒店指定地點交收 工作人員會轉交放在房門外 是的 一般日用品、衛生用品及工作學習所需的物品 都可以帶入醫管酒店 但需要注意的是 基於衛生和安全的考量 一些容易變質的食物 例如魚生、雪糕等 以及榴槤都不能帶入 同時也禁止攜帶大功率、大體積的電器 而所有帶入酒店內的物品 是需要獲允許離開的時候 才可以帶出酒店 在我們進入指定房間後 未經許可、不能外出 也不可以打開酒店房間的窗戶 或者陽台的門 為了確保房間有充足的通風 盡量不要關閉房間裏面 包括洗手間裏面所有的秋風設定 在入住期間 會每日收到酒店工作人員的電話 通知開房門、取餐、取物品 又或者放置垃圾 而為了保障接受醫學觀察人士的健康 請你無必在開門前 要先確保秋風已經打開 並且要配戴好相當於N95、KN95、FFPE級別的口罩 如果沒有以上級別的口罩 你亦都可以選擇在外科口罩的外面 加多一個布口罩 令到外科口罩更加貼合我們的面部 準備好後 應該慢慢打開房門 並且盡量不要全開 在取餐或者拿其他用品之後 應該清潔雙手 而所有醫學觀察過程當中 產生的生活垃圾 必須要包紮可當 再在指定的時間放在房門外 交由酒店進一步處理 留在房間內 亦都要注意個人衛生 要勤洗手 保持環境衛生清潔 去完洗手間之後 記得要蓋上馬桶蓋才沖水 還要立即洗手 另外要定期在地面的排水口 高度注入大約0.5公升的清水 以保證U型隔氣管不干缺 接受醫學觀察的人士 每日要測量體溫兩次 並填寫健康監測紀錄表 任何時候出現發熱、乾咳、佛力、 焰酮、嗅覺或味覺減退、 輻射或其他呼吸度症狀時 即使不需要宋遠診治 都應該馬上通知酒店工作人員 以便及早安排跟進 如果因就診需要離開房間時 請按之前提及的指示 戴好口罩先好離開 在接受醫學觀察期間 衛生局是會安排 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 所有接受醫學觀察的人士 都必須要配合樣本採集 不配合相關安排 而未能獲得檢測結果 是需要承擔因而延長的 醫學觀察時間和相關費用的 每一位接受醫學觀察的人士 更須嚴格遵守相關規則 違反者除了有可能 依法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之外 更加有可能會被採取強制隔離措施 在這裏 希望需要入住醫學觀察酒店的人士 都可以安心度過 如有疑問 可以瀏覽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抗疫專業 又或者致電 270-0800查詢 270-0800查詢 Hannah 270-0800查詢